各位长官 各位来宾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亚洲大学资传系陈文倩教授 亚洲大学蔡长海创办人 亚洲大学林真莲创办人夫人林吴琼伟女士 亚洲大学林佳琪董事 亚洲大学柯卫珍副校长 掌声欢迎 各位长官 各位来宾 欢迎您参加由亚洲大学通试中心 所主办的文倩讲堂创意思考系列讲座 我们是创意领导学程的学生 我是王立志 我是刘家文 在这一年的时间 文倩教授已经为我们上了 愉悦学校的七堂课 以及创意思考系列讲座的八堂课 今天呢是文倩讲堂的最后一堂课 非常开心能够请到蔡长海创办人一同参与 有了蔡创办人的故事 有了文倩教授说故事的能力 相信今天的文倩讲堂与CEO的对话一定会非常精彩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亚洲大学蔡长海创办人 亚洲大学资传系陈文倩教授 欢迎 各位同学 大家好 非常荣幸 今天是这个学习的最后一堂课 然后我们跟亚洲大学的创办人蔡长海 蔡创办人可以共同对话 你们在现场看过蔡创办人的人请举手好吗 学生们你们看过的 学生都没看过啊 名一样的人物 你们走进校园 今天可以说这个学习最好的礼物 我们谢谢蔡创办人今天来到现场 我们给她掌声谢谢 创办人请坐 在要和蔡创办人对谈之前 虽然我跟她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就是说我可能见到她的次数 已经算很多次 可是要和她对谈 我还是得慢慢地去翻阅很多跟她有关的资料 她说你看她的资料的时候 会非常惊奇 她的人生 我曾经好几次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们 You are the writer 你是你自己人生最好的写手 写成什么样的故事不是你生下来注定的 而是你的格局有多大 它决定你的人生 我看了蔡创办人的所有的人生 她可以很满足地做一个小儿科医生 在台湾其实当到一个小儿科医生 已经是很不错的成就了 她可以也满足于 只是当 那也不是只是 那已经很大了 中国医药学院的董事长 她把中国医药学院做得非常好 我待会会告诉大家很实质的故事 然后她又创办了亚洲大学 听起来这些经历她应该90岁 对不对 然后她现在还要做生计园区 希望能够使台湾下一波的产业 有新的希望 所以我们以前听过一个人物 叫做国父孙中山 玄壶济世 他把一个医生的角色 看作他不是在医治一个病人 他要拯救这个社会国家 当然呢 医生关心国家的事情 过去一直有这个传统 但是我很少看到像蔡创办人 有这么大格局的 因为通常医生眼睛都长在头顶上 所以她来关心这个国家呢 通常给这个国家带来的 因为她太骄傲了 她不像别人学习 然后她的眼光又很窄小 所以呢 她毁灭这个社会的 远超过拯救这个社会的 而且以前我在跟很多医生们 谈话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 你不要看我这医生 我这都要看这一年 就是给你最高 最高的人都最崩塌 就是以前医生会跟我说的 但是我就今天最想请教 蔡创办人的几个问题 我刚刚把它都大致跟大家描述出来 就是人怎么样不断地超越自己 而且永不满足 永会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 那这就是我今天请教的问题 可以吗 通过 可以通过 请 OK 所以我定了一个标题 亚洲大学创办人蔡长海 不断超越的人生 你看一下这张照片 创办人你看那张我帮你特别挑了 很英俊哦 金恩导 这样好 那我从一个故事说起好了 我刚刚从Boston回来 所以我现在其实是美国时间的半夜 三点多 再跟你们大家讲话 丙烛夜谈 在我的时间的生理时中 我在那里碰到了一个 我觉得跟今天我们 对谈的蔡创办人很类似的人物 他个人是1993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认得他 Philip Sharp Philip Sharp呢 他是美国的遗传学家跟分子生物学家 他最著名的当时 在1993年得到了诺贝尔奖的很重要的原因 医学奖的原因是他发现了 RNA的splixing就是断裂的基因 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最重要的他在1978年 他创设了美国最著名的生机公司 叫Biogen 我想这个蔡创办人知道 2002年他觉得不够 他就在创造了另外一个叫 LNAM这家生机公司 这家生机公司呢 已经搞到一大堆 因为相信他而投资的药厂 后来都受不了 一个一个退出 但是他现在仍然有资金进来 还在持续当中 因为他想要找掉 人的断裂基因里头的因素 简单来讲就是他抗癌 最重要的一个发明 其实前面的Biogen 如果你们去查Biogen 现在在美国Market的市场 你就知道他有多有钱 他根本不需要创设第二家 何况他1993年就拿了诺贝尔奖 我去MIT的时候才发现 在拿诺贝尔医学奖之前 他是MIT选出来的校长 校长担了半年左右的时候 他就跟学校请辞 他说我觉得我还是要回到科学 所以还是离开 没多久他就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所以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 这张照片是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头拍的 我在走进去之前 他很认真的看电脑 你们看他 他的办公室就这么小一间 低调 专注 然后问他说 为什么你还要成立第二家公司 他说 如果为了钱我完全不需要 可是我在想象 我们还可以为人类贡献什么 我就带了属于台湾式的问题 问他我说 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拿诺贝尔医学奖 在MIT里头被认为Genius里头的Genius 天才中的天才 而且他完全没有什么背景 他就生在一个Kentucky的家族 他家里是Kentucky来 你看他多落后 他从来就是在农业里头 社会上完全不起眼的一个家庭 他爬到今天的位置 然后他创设的生技公司Biogen 是美国第三家生技 1978年美国根本没有生技的概念 他就很创新地就做了这件事情 那我会觉得 我就问他说 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像God一样 因为他这个Biogen 现在很多得肺腺癌的人 吃的标靶药就是他们出来的 Skin Cancer 就是皮肤癌也是他们出来的 现在他们重点就是做Alzheimer的药 我就问他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得了这么多的奖 然后你挽救了这么多肺腺癌的人 因为肺腺癌在十年前几乎没有药 它的标靶药就是现在可以让基因突变得非常有效 那我就说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神 尤其在台湾拿诺贝尔奖是一个神 他的回答 因为他在MIT的教室回答我 他说这里有这么多诺贝尔奖 如果我觉得我自己是个神 你应该送我去精神病院这样子 他就很客气地讲这段话 那我今天用这个Dr. Philip Sharp呢 来介绍蔡长海创办人 其实虽然他没有拿诺贝尔奖 但是我长期跟他相处 第一个他很quiet 很沉默 都不讲话 只要开口讲话 一定言之有误 所以直到有一次他突然开口讲话 他发现说 哇 这个人这么有见识 我们有眼不是泰山 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蔡壮本人 你的谦虚 就是说你在很多场合里头 你就沉默 不太讲话 也很内敛 你不会坐下来 很霸气的样子都不会 其实你可以 但你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OK 我们非常谢谢 美丽的主持人 还有在座的 我们林春曼人 夫人林妈妈 還有各位同仁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其實我是一個很單純的小醫生 我一直論點說 當醫生 假使我下輩子要重來 我還是要當醫生 因為這個職業對我來講是很適當的 另外一個就是 剛才文謙問我 我平常不大講話 這是事實 那我是覺得第一個 言多必失 第二個 人家不是看你講什麼 人家是看你做什麼 你有什麼成果 你對這個社會有什麼貢獻 讓事實表現出來 那才有意義 所以 講太多無意 那假使說 有用的話 好的話 幾句就夠了 不用講太多 何況 我六十幾歲了 我假如講太多的話 人家是真的有老刀 或是老人癡呆了 你太客氣了 你會不會告訴我一個 我們在座有很多學生 如果把您作為一個榜樣來看的時刻 我覺得深教的時候是很重要的 您剛剛提到說 言多必失 人家並不是看你講什麼 而是看你做什麼 可是在我們台灣這個社會的價值 不只台灣 在美國也這樣 你看像美國的那個總統候選人 川普 他每天可以靠胡言亂語 亂講東西 搞到變成 美國從十九世紀成立以來 林肯總統所屬的政黨 變成被迫要推他做總統候選人 所以言多沒有必失 像川普這樣每天亂講話 講到覺得讓所有的人發狂的 他贏得了總統候選人的ticket 所以我們世界這個價值 其實已經不再是言多必失 是大聲的人贏 但是為什麼你仍然相信這一點 這個比喻也許不是很適當 但是我是覺得 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 林肯總統 你看他的演講 就好像女孩子穿迷你裙 越短越好 那我為什麼平常不大喜歡講話 因為有時候聽別人講 我們可以學到東西 那第二個 我們講 有時候很多人喜歡講 我們要把機會讓給別人 那第三 要講什麼 我經常就是經過思考 我不喜歡脫口而出 所以你經過思考 講的一定就要比較簡短一點 你講太多 有時候 我就告訴大家 當然現在口才是很重要 可是在我的觀念裡面 口才是重要 可是實力更重要 例如說 我們從事這一行的 譬如說我現在要 從醫療產業跨到教育事業 我現在要跨到生醫產業 那為什麼要跨到生醫產業這一塊 這個就是 其實跟亞洲大學很有關係 為什麼很有關係 因為 其實我一直在思考說 我們串曼亞洲大學那時候 我謝謝林正典串曼很支持我 他是一個很人厚的長者 也給我很多指導 可是那時候我就想說 我倒覺得今天應該可以這麼講 當時我真的想說 台灣未來只有兩所大學 尤其在座很多人聽了會很不舒服 兩所大學會進入世界百大 一所就是台大 另外一所就是中亞聯大 那我為什麼會這麼想 因為當時我就想到 教育事業 醫療產業 生育產業 其實我從20年前我就想做 而且我對股票市場也滿有興趣的 我那時候對生技股也滿用心的 那我覺得對台灣來講 台灣以前的人才 大概是有很多好的人才 一個是IT 那一個是好的人才除了IT以外 政治家 可是在日據時代 你不可能走政治 你大概就走醫 走法律 所以台灣很多好的人才 醫生是其中之一 但是醫生走到生物科技這個行業 應該是成功的機率是滿大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把亞洲大學和中國醫藥大學 我把它定位成兩個學校是教育事業 那這兩個學校我是預期 因為世界一流的大學 它的學生輪勢大概是兩萬 它的課程大概是一千位以上 這表示說它的輪采是充分的 它的資源應該會比較充分 可是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舉世界一流的大學 你看靠政府支持的 像香港、新加坡這些靠政府支持 可是我想文芊寧很了解 美國的像Stanford UCSD 哈爾、MIT 他們其實是除了產 學演化到產業 所以我一直的理論就是說 亞洲大學從去年定位成 本來是重視研究服務品質的教學型大學 我從去年就在董事會把它改成 提案把它改成 重視教學服務品質的研究型大學 因為大學教學是最基本的 那你教學當然對社會有貢獻 可是你要對社會有更好的貢獻 一定是要研究 而且研究 今天台灣的困境就是 以往重視研究 但是只重視論文 可是沒有想到專利 沒有想到計轉 因為只有專利計轉 對產業界才有幫忙 才有幫忙 所以我把它改成 重視教學與服務品質的研究型大學 就是要跨入這一步 所以變成我 這 十幾年來 我又想的就是 怎麼去 試造一個教育事業 那當然就是 台灣希望有兩手 進入世界百大 一手 台大 一手是中亞林大 為什麼 你們看上海交通大學的評比 還有其他世界 泰晤士報大學的評比 台灣的大學是在退步的 是在退步的 可是你看上海交通大學 去年 進步的學校只有兩手 一手是中國醫藥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從494進步到363 那今年 我的預計 中國醫藥大學 會進到 300邊裡面 那你們知道 去年 上海交通大學 台灣只有兩手 進入 300邊 一手就是台大 一手是千華大學 今年 我相信 最起碼有兩手 一手是台大 一手是中國醫藥大學 當然我希望千華大學 也可以進入 但是以中國醫藥大學的賽 他要再進到 100邊裡面 他還是需要亞洲大學 所以我準備未來 可能藉由兩手大學的合併 整遍 然後讓中亞聯大 進入世界百大 這是第一 那教育師 就應該對這個社會 有個交代 那同時對 臨川慢人也有一個交代 那醫療產業 我覺得 因為日系時代 台灣 日本人一直不希望台灣人 去從事政治 所以很多醫療人才 都是學醫 那時候出國了很多 所以現在慢慢回來 但是台灣的醫療品質 在亞洲 我的看法是 大概是亞洲前兩名的 那醫療產業 我覺得 怎麼去經營醫療產業 我想最重要的是人才 那人才 台灣有人才 可是現在就是 怎麼去培養下一代的人才 是最重要的 那就需要教育了 那除了這些台灣的醫療界 和大陸醫療界 有一個最大不同 台灣的醫療界是以病人為中心 什麼都考慮到病人 病人的需求 視病有情 可是大陸的醫療界 是它對錢看得比人還重 所以這個 那當然東南亞 對台灣的醫療產業更有幫助 所以我是希望結合亞洲大學 亞洲大學的複社醫院 我是希望今年八月以後可以開幕 可以把它變成台灣一個最好的 Smart Hospital之一 然後跟中國醫療大學合作 我們不僅在台灣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以外 能夠走出去 像我們最近在關島 跟關島談 跟馬來西亞談 跟大陸談 我們在關島的醫療產業 可以走出去 但是這些我倒覺得 它的利益 就實際經濟來講 利益並不是那麼高 最高的還是要生醫產業 那你生醫產業可以創造 我們去評論全世界的 大概有兩個國家可以讓我們參考 一個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的八百二十九萬輪口 他出了十二位諾貝爾獎得子 可是他有一個藥廠 TEMA 今年會進入世界十大藥廠之一 這是以色列一直讓我們說 這個國家是讓我們值得很欽佩的 但是另外有一個國家 瑞士 瑞士的人口也是八百萬左右 可是他出了二十位諾貝爾獎 但是瑞士有兩家藥廠 一家是諾法 諾法迪斯 一家是羅斯 是世界排名五大藥廠 他們對瑞士的經濟可以幫忙很大 所以我想以這兩個國家 人口八百萬 台灣是兩千三百多萬人口 台灣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們沒有本土的諾貝爾獎 可是你去查 Google去查 台灣有出了一位諾貝爾獎得子 就是李院哲 李院長 他那時候是回來當中愛研究院院長 放棄美國籍 登記台灣的中華民國國籍 唯一的 那我為什麼講這麼多 我真的想說 台灣未來的出路 一定是生醫產業 但是生醫產業 起碼要十年以上 那我是覺得 以目前中國醫藥大學和亞多大學 這兩所大學 能夠幫台灣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就是人才培養 第二個就是醫療服務 第三就是發展健康產業和生醫產業 所以我看以我目前的情況 我的企圖性大概三十幾歲吧 我的健康大概是五十歲吧 我的智慧大概是五十幾歲 講太...六十幾歲我覺得太老了 所以我想我在做二十年 那可以除了幫中國醫藥大學 幫亞洲大學幫台中 幫台灣做一點事情 在我有生之年 我一定看得到 中亞年大進入世界大學排名 一百遍裡面 來 我們給他掌聲 如果我自己簡單的綜合一下 剛才蔡創辦人的幾個說法 他跟一般人的差別是什麼 他看一件事情 他想得非常非常遠 就是長期的 他創辦亞洲大學 因為他看到了中國醫藥學院的不足 他是中國醫學院最好的 在中部地區 可是他知道這樣的一個size 這樣的一個規模 他不足以再往前衝 我們看到交大 要跟陽明醫學院合併 困難重重 可是他自己知道 如果他在中國醫藥學院做董事長 他在創辦亞洲大學 有一天他合起來 這樣一個規模 慢慢地到一個程度的時刻 他可以一舉突破 讓中亞聯大變成世界前一百大 所以一點一滴 不是大家所看到的 有個安藤忠雄的美術館 然後有個亞洲大學 蓋得特別漂亮 在私立學校排名級 他都不是求這麼一個小東西 他看一件事情的時刻 他有非常長遠的眼光 每件事情有他的道理 然後透過這樣的一個 醫學教育學校的一個 衝到世界一百大 他也不是為了衝一個排名的面子 他做許多事情是在講實力 就跟他剛剛講的 他言多必失 他認為人最重要的就是實力 實力指的不是他自己 而是中部地區 而是台灣 所以他希望產學之間的合作 所以他希望再延伸出來 終於要學院之外 附設醫院之外 還有生計園區 所以這種很長遠的 做一件事情 以十年 二十年的企圖心在看問題 不急於馬上收割 我覺得這個是 這跟我們現代很多人 非常大的一個差別 急於下定論 急於收割 他不是 一點一滴 一點一滴 很有佈局地把它做完這樣 然後每一個事情他想清楚 why know how 然後一步一步來 做生計 做生計 現在在台灣很多人會談到做生計 可是他很早就想要這件事 可是台灣現在很多投入生計的 是來炒股票的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但是蔡創辦人 他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看到他接受一個財經雜誌的訪問 他很精準地抓住台灣生計的方向 第一個東西就是用IT結合醫療嘛 因為IT是台灣的很大的優勢 那台灣最優秀的人 要不然就進電機系科學園區 要不然就進醫學院 他要把這兩個領域的人放起來 然後再加上台中中部的機密機械 而且像上癮科技的創辦人 卓永才他們 然後發展醫療器材 這是一個領域 這就是很有眼光 第二個 他馬上結合的是世界全球頂尖的癌症醫院 是美國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以前顧政府先生 他們有癌症的時候 都是特別到這裡去治療 你跟他們簽訂了已經兩期的五年計劃 眼光就是要做一個全亞洲最好的癌症醫學中心 所以這件事情我想回過頭來問蔡長海創辦人 就是說我們剛才前面當然談了很多 讓底下很多學子理解你 一步一步 然後將來的所有的布局跟眼光 但我要從他們的人生 現在二十幾歲 他們如何突破這種可能跟你不一樣的路 但是如何突破學習這種格局的思考請教你 你在做小兒科醫生 那個時候台灣還沒有健保嗎 所以你的收入還很不錯 對不對 你為什麼沒有 那你為什麼不會覺得我就很滿足啊 因為大多數的人都這樣 什麼原因讓你覺得 我不想只停留在這裡當時 其實我的訓練過程 我是中國醫藥學院畢業了 然後退伍以後 畢業以後去海軍陸戰隊 那是真的在服役海軍陸戰隊兩年 退伍以後去長庚醫院 那長庚醫院在那邊四年多 後來是因為 中國藥學院前任董事長陳立福陳先生 他找我 他說你是校友 那醫院 那醫院 護社醫院好不容易才開班 那那時候 他勸我回來 他認為說校友應該有責任 那我也體會到 本來我在長庚醫院可以過得很好 薪水待遇都不錯 可是我是覺得說 中部醫畫面 那時候 不只是醫療 其實很多都是 整個政府都重比青藍沒有中間 所以那時候 中部的醫療是缺乏的 那我想說 也許我回來 到台中來 應該有一片天地 而且我又是校友 所以 我就毅然決然的離開 那 我要離開的前一天 我去跟 長庚醫院張超雄張院長 那個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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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市 那時候 有兩家醫院 大家講說 會倒 一家 就是 中心醫院 一家 是中國醫藥學院 腐射院 他開幕 第一天 就剩下50萬現金 那我說 應該不會吧 我還是藝人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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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晚上 那時候 中國醫藥學院 是允許 晚上可以兼裁 晚上可以兼裁 所以 我一開始是在 那個 進行路 後來搬到 大雅路 那其實 我晚上的病人 是相當不少 大概 一個晚上大概 三四百位是很正常的 所以 看到 半夜交通檢查 來維持交通 這個是事實 可是我上次還想說 我這樣子 就這樣子 一輩子下去 有什麼意義嗎 因為 一開始是看小孩子 覺得小孩子 因為經過你的診斷治療 很快就痊癒了 可以解決爸爸媽媽的問題 因為起碼 小孩子沒有問題 爸爸媽媽晚上就可以睡得很好 那另外一個喜悅就是 看完 鐵門拉下來的時候 就在算錢 那一分鐘的喜悅而已 那我是覺得 這樣子人生有什麼意義 也許我可以 多做一點事情 那我本來是在戴亞路 我準備蓋兒童醫院 那那時候利物先生 我要去跟他吃 他跟我講說 這個醫院好不容易做起來了 而且你又把兒科部還有醫院 我那時候是副院長 那準備要讓你接院長了 那你為什麼要離開呢 我說我想做自己的事業 他說現在這個醫院是 一個醫學院的附設醫院 應該你可以發揮的空間比較大 那你只要自己在家裡 開一個兒童醫院 那他那時候講說 他還是希望我留下來 那因為他那時候是90歲了 我想一個90歲的人 勸你 而且那個語氣很誠懇 我先很軟 我就說好嘛 那我就留下來 那過了大概幾個月 就正式發布我接院長 在發布我接院長 前三個月 那我就留下來 因為我藝人決然把我家裡的診所關掉 那是大概 我是民國84年接院長 那時候一個月收入要幾百萬 應該還可以吧 太好啦 可是我當院長薪水才多少 16萬 可是我是覺得我沒有後悔 我做這個決定就是 我有一個更大的空間 可以讓我發揮 而且有一個環境 讓我可以為中國醫藥大學 為台中 為台灣做一點事情 我就覺得我的選擇是對的 我們台灣少了一個小兒科醫生 但多了一個在創辦人 只因為他願意把他每個月的薪水 從幾百萬變成16萬 其實人生我想問一下同學們 你們現在在座的同學 如果給你兩個choice 一個選擇是 你一個月有幾百萬台幣 當時他的幾百萬比 現在幾百萬大很多 在民國84年1995年的那個年代 台幣對美元 我如果沒有記錯是 1比26或是1比25 非常高哦 所以他的幾百萬台幣 假設是300萬好了 乘以12 等於是3600萬 3600萬 等於是100多萬美金 100多萬美金 當時他如果拿這個錢 可以到美國的第五大道 Park Avenue 買了一個很漂亮的房子 現在可以漲價到1000萬美金這樣 所以我現在告訴各位就是說 那個時候他有一個這樣的選擇 他如果拿當時他的收入去做一些投資 比如說要去買Warren Buffett的股票好了 大概長得快要20倍左右 你會不會聽了快要哭出來這樣 OK 我給同學你們自己選 可是另外一個是16萬的薪水 大概可以讓他做一個不錯的life而已 可是他卻可以有更好的影響力 在影響力和金錢裡頭 會選擇金錢的人請舉手好嗎 說實話嘛 會選擇金錢的人舉手好不好 OK 會選擇影響力的人請舉手 怎麼都坐前面 好 現在有幾個年輕人不坐 你們後面都不選啊 OK 選擇影響力的人舉手好嗎 OK 其實不是蔡長海創辦人而已 在我的人生路上 我看到所有被認為最後在這個社會裡頭 他的人生是很有價值的人 都是在兩條路裡頭選擇影響力 而不是選擇當下的金錢 甚至最後這個影響力 很可能它就停留在很大的影響力 也很可能因為透過這個影響力 他最後賺到的錢是之前賺到錢的 十倍的規模 一百倍的規模 包括張周牟 張周牟從美國回來台灣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的妻子 在美國的妻子 認為他肯定笑耶 罵他說他瘋了 他認為他是個瘋子 因為沒有人 第一個 當時台灣的高科技落後美國30年 第二個 張周牟的爸爸他們是帶著他逃難犧牲 他可能也可以當台灣銀行 說不定當了台灣銀行 有一天也當了總經理 但犧牲一切為了他兒子 結果他兒子居然逆轉了這條路 在五十幾歲的時候 回來做工研院的董事長 然後有今天的台積電張周牟 那你看他如果留在美國 他原來是德州儀器的副總裁 再去做別的東西 他能夠賺到的錢跟他的影響力 絕對不是今天台積電董事長可以給他的 所以我想剛才財場的董事長告訴我們的 我們其實得到一個非常好的人生啟發 你選擇十六萬 你回去沒有被你媽媽罵嗎 你媽 我媽媽完全尊重 我媽媽完全尊重你 請各位以後把他的故事告訴你的媽媽 然後你出生在嘉義布袋是不是 我特別放這句話的原因是 因為嘉義某個程度來說 它是一個台灣比較邊垂的地方 一般比較邊垂的地方的人 他會產生兩種心情 一種就是說 我雖然在這裡 可是這跟我的志向沒什麼關係 那有些人一開始就會設限自己 我記得我在念台大的時候 台北市出生的小的同學 就自己會有一個氣質 好像中南部的學生們來台北 就有另外一個氣質 然後我就發現他們有中部地區的同學會 我就要去參加他們 他們說你跟我們不合啦 為什麼 他說你太像台北人 我說我為什麼像台北人 我明明在台中成長到十七歲這樣子 然後他們很恨台北人 他們覺得我們台北人 他們覺得他們台北人 瞧不起我們台中人這樣子 我就想到 所以更不要講嘉義的人 在我的那個年代呢 中南部代表對很多事情是很不熟悉的意思 對不對 台北的女人呢 就是都穿得很漂亮 男人呢就有她自己很特殊的一些東西 我們這些台中人 更不要講你們嘉義布袋人 就叫做土袋 OK 為什麼你不會覺得自己很自卑 你有沒有自卑過 你有沒有自卑過 沒有自卑過 為什麼 因為我在嘉義布袋 我不曉得在座應該有嘉義布袋的 因為嘉義布袋那時候 要讀台南醫中 要讀醫學的 當醫生的 大概是很少 這是第一 那第二個 因為我在學生時代 譬如說我在台南醫中 我三年都當班長 那到大學 我也是班長 或是活動中心的總幹事 所以我在這方面 應該算滿活躍的 那另外一方面 大概太忙 就沒有想到自卑吧 你是不是跟邱毅仁他們同一屆 跟邱毅仁 大概應該是 趙少康 趙少康 趙少康是我同學 他高一 我當班長 他當康的股長 他是很像 陳水扁 陳總統 敵我一屆 敵你一屆 對 陳水扁 陳總統 敵你一屆 趙少康跟你是 同一屆 所以邱毅仁應該是同屆 才對 他跟你同一屆 還有陳永昕 陳永昕 還有我的醫生叫洪武雄 那也是同屆 同屆 你們當時全校功課最好的人 對不對 沒有 我們那時候 台南育中 平址有三班 那我進中國醫療學院 修矯 robots 醫學系的時候 我們那一班有六十位 有二十六位是 中國醫療學院 他當醫治療毘業 所以我們那時候南部 大家都想獨醫 立你 立發 好 二打 所以我記得我們那一屆 他考上台大 北醫 就考上醫學習了 大概有五六十位吧 中 real 五六十位 我为什么特别提我的美国医生洪武雄 因为我要来 我跟他联络很多 那我说我 他问我一些事情 我就说我回台湾啦 我时差 他说你要多休息啊 因为我的袋装泡枕又发作 那我就跟他说 我袋装泡枕又发作了 可是OK 我今天要来跟你对台 他说叫我向你致敬 他是个没有用的第一名 这样子 因为他就这样子 他就考上台大医学院嘛 而且台湾那个时候的教育制度 你很难想象啊 他们那一班出了很多人 像林芳玉是他们那一班的人 林静云是他们那一班的人 那林静云现在他们同学 有一个LINE群组 他每天传给我这么多 很多LINE 我说你怎么那么会写黄色笑话 他说全部都是林静云传的 他说不要看一个人的外表 他说他们班最会写笑话的 就是黄色笑话就是林静云 然后他们的学号 001就是第一名考上 002就是第二名考上 所以你可见那时候 成绩对一个人的自我identity 他好像是009 林静云是008 林芳玉是005 大概是这一类似的 他就叫我跟你致敬 他是个没有用的第一名 然后他在台南的乡下 其实他的母亲是一个耳朵听不见的人 他非常穷 所以也当科到台南义中 在他们那个乡下是个奇迹 他还上台大医学院也是个奇迹 后来他就公费保送他去念哈佛大学 所以就是台湾人里头最优秀的 他说可是我就是没有眼光 因为我在跟他讲说我自己去Boston 我说你那时候为什么要离开哈佛 因为他是可以留在哈佛做医生 他很优秀 他说我就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 因为那个时候他一毕业 Massachusetts啊 马州 是第一个通过公医制度的 就跟台湾的健保一样 所以他就跟早去纽约做医生 没有眼光 他就说他应该留在哈佛 他说照你现在讲 我就应该留在哈佛当医生 我去领比较低的医生薪水 可是我可以让我的医学研究做得更好 然后呢我就说对呀 你只要拿那个钱去投资 Philip Sharp的BioGene 他说哎呀 那我就赚疯了这样子啊 所以他听到我呀跟蔡长海创办人 对谈的时候 他说叫我给你致敬 他是一个没有用的第一名 你的格局决定了一切 他的格局使他今天变成一个 洛杉矶综合医院的 最有耐性的老人科医生这样 然后所以他老人科医生 所以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他太多事情 他说他很敬佩你啊 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超越的人生 所以不要从学校的成绩啦 这个时刻的表现啦 或是什么东西来看一切 就是其实是格局 不断地使民超越这样子 那我想请教你的就是说 你刚才提到你蒙着头做事 因为一个人是看你实力 这是胡适强贤市长 对你的评价 你是一个蒙着头做事 从不求民生的人 这点对很多人是很难的哦 中国人把民 利 民写在利前面 我们已经够爱钱了 我们已经太用金钱来衡量每个人 民还写在利前面 他其实是有智慧的 因为可见人的内心里头 对民的渴望可能还超过钱 为什么你会不求民生 你怎么做到 你有没有修禅 也没剃度 也没特别做什么事情 你怎么可以做到 其实我想这个大概就是 因为我是一个海边贫穷 愚蠢出生的 那我今天有这种环境 我觉得我相当的感恩 那在我的一辈子 我觉得我是天子教徒 诗经诗经 哈雷路亚 我是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一个最真正的神父 明国是神父 我受洗 他帮我 那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等待 凡事容忍 这个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 另外一个 在座很多是划骨散的 我虽然不是划骨散的 可是圣言法师讲的一句 让我受用不尽 就是慈悲待人 智慧此事 那以我一个没有避景的 海边出生的 我一定不能强出头 因为你鹤立鸡群 那一只鹤一定被斩首 所以我以往 我做的就是比较喜欢低调 然后我们靠自己实力原则 那明和立 我一直有一个理念 譬如说我在训练我医院的医师 我说你要做到 人家可以诊断出来的 你也可以诊断出来 那假如人家诊断不出来的 你也可以诊断出来 可以把它治疗好 那你就是超越别人的 你不用去强出头 或是去发表一些妙论 你就把小孩子或是病人的病治好 靠你实力 那明立这方面 其实我以前也不是没有 我记得我当中国医药宣 护社医院院长的时候 也许跟我统一别人有印象 那时候 有几个党 要推我出来选台中市长 后来我想一想 尤其当台中市长 可以做一点事情 可是那个不是我的专业 我还是回归我的专业 所有的本分 那好好把它做好 你不要去追求免 追求力 免利就跟着你来 不要去追求 政治是像泡影一样 我刚刚本来听你在讲 你如何从一个小儿科医生 最终你很有眼光地看到高等教育 排名前100大 产学合作 集合生计 我本来想跟你说 你怎么不出来参选总统 这样子 我刚刚听你这样讲 其实我自己知道 我自己经历过错误的人生 也不能说错误 反正人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很多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离开政治 当我离开政治的时候 其实也是两条论让我选 一个是我往前走 然后那个时候 某一个政党希望我去选 新北市的市长 那时候还是台北县 他们的想法就是那个最大的县 所有的民调里头 跟大环境里头 你遥遥领先 你会当选 那你的能力 你应该会做一个不错的县长 可是我光想到的事情 就是两个很简单 第一个 我可能会有一些 可以施展我报复的是没有错 可是为了让你施展的报复 可以成功 你要经常跟县议员 跟乡镇市长拨拨拨 这个非我所长 而且我可能为了这件事情 有一天吞药自杀 这样子 每天跟他们谈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 骨子里头是一个艺术家 骨子里头是一个想成为艺术家的人 未必有这个天分 但我是一个这一类型的人 我骨子里头是一个读书的知识分子 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中 像很多人把地方经营得那么好 而且那么愉悦 那么高兴 你会觉得每天怎么花那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 人生很浪费 第二想到每天早上六七点就要起床 我从小学以后就没有那么早起床 然后呢 你过的life呢 就是解决所有的人 大多数识课不是大问题 因为台湾的政治要求你处理非常琐碎的事情 我后来想一下 这是我要的人生吗 因为当时我四十四五岁 那我拒绝了 我拒绝了以后呢 其实从此就是一条跟政治完全无关的路 别人会觉得你很可惜 觉得我啦 我很可惜 因为我后来再来跟我谈什么政治 我都说no 因为我想得很清楚就是 我已经到了一个状况 你要么就往上 可是我觉得那个所谓往上是假的 我觉得我很认可 我才创办了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人生到后来 你一定要做一个长期积累的事 这个时刻看起来是你的机运 我自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它像泡影一样就破掉 所有的东西像权力啊名利那是最空的 很空的 一时的 每个人几乎都是实事造英雄 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是英雄 你要很清楚知道你的实力在哪里 我想今天给同学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那我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提到蔡川普他很谦虚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 他所创设的中国医药学院 不是创设 他所改造的中国医药学院的附设医院 在这几年 他如何慈悲地救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举一个例子 我是住在台北的人 中部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什么叫台北的急诊室 你没有关系 你就好好地给我躺在急诊室 你有多重的病 请你躺一天 两天 三天 躺 都躺死掉了 因为没有第一时间处理 我的好朋友孙大伟 他脑中风 脑溢血 他脑溢血的时候坐在他对面就是你的同学赵康 有一个人坐在他对面 而是很能干的人 他还有时间在桌上的纸写 歪歪地写脑溢血 也就是告诉大家他是这方面的状态 因为他有心脏病 他怕人家误判 还告诉他的秘书说 请拿我的健保卡 然后上了救护车 上救护车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我说他昏掉了也不会走掉 他就说 我的病例在某一家医院 到了那家医院以后呢 他其实是脑溢血 在脑溢血那个地方 他其实关系很好 因为那家医院呢 老板他们好几个人都是他的朋友 有况是赵奥康亲自送他去 这么有关系的somebody 他躺在那里 他们都叫他先照MRI 照完了脑部 还要照肺部 为什么 里有只有一个 因为他就是没有一个我们 中国医药学院现在医院所有的制度 他反正就是慢慢来慢慢来 那你脑中风在脑溢血的人 你慢慢来 来到后来 过了四五十分钟 快要一个钟头以后 他们最重要的脑神经外科的主任医生下来 那个人是很有名的权威医生 他一看到图片 他也不看他的病例 他送这个医院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病例在那里 对不对 他一看到图片 脑部都是血 hopeless 第一句话就这样 拒绝开刀 拒绝开刀 他倒下去的时候下午三点多 他下来说hopeless的时候下午四点多 所有的人都拜托他开刀 拜托到七点钟才动刀 他就大骂说 这有什么好开的 浪费 开完了以后 成功也是植物人 hopeless不要开 因为他没有看他的病例 所以他是一个心脏撞了支架的人 装支架的人就会吃溶血剂 所以他不管哪里出血 脑部就会有很多血的样子 他就判断他是脑干大出血 其实脑干大出血也可以开刀啊 像孙云雪也活很久啊 结果他hopeless不开 而且拖太久 结果真正刀一开下去的时候 他也愣住了 是小脑出血 然后呢 没有多久 虽然再转越 后来积极地救他 之后他就走了 很年轻 比我现在还小一岁 但是如果他当时是倒在台中 他不需要是somebody 他的名字不叫孙大伟 他是你们在座任何一个人的父母亲的话 他送到中国医药学院副社医院 我不是在特别地为大家说中国医药学院的好 而是我自己的阿姨就是 我的阿姨呢在台中港路 现在改名叫台湾大道 最大的马路 最大的十字路口 被一个很冒失的 开车子很快的人 你转弯的时候 七十的速度 撞到整个人弹起来 然后他的脑部就撞在安全道上 就碎掉了 那当场就有救护车 就把他直接送到中国医药学院的附设医院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啊 可是蔡创办人做了一个SOP 不管你是谁 找不到家属 十五分钟 立刻开刀 十五分钟真的要立刻开刀 后来我就问了 也是现在中国医药学院医院的副院长 帮他开刀的主治大夫 他说这是蔡创办人设立的SOP 那没有家属怎么办呢 因为你找到家属 人都死去啊 对不对 就是医生跟护士两个人互相 做一个指示 就是说我们就是做证 这个人非开刀不可 所以我的阿姨等到他都 到会开下去的时候 警卫啊 从我阿姨的手机里头 看到有一个人一直打电话给他 就随便按一桶电话出去 就把这桶电话按出去 那是我的小阿姨 她说请问这支电话是谁 她说是我的姐姐 她就告诉她说 你的姐姐出了车祸 现在正在开刀 这是真实发生在 我身边的亲人的事情 那他们说那人是你的阿姨 我说错了 因为开刀那个警卫 根本不知道她是谁 就直接开刀下去 所以我想请问蔡创办人呢 就说这个十五分钟的重症科的急诊室 我想她救了很多人 改变了很多家庭 让很多家庭的小孩 他可能在别家的医院他要死 父母亲只用一个人要走 他让很多家庭的人 不用是somebody都可以得救 台北医院是somebody你也要死 不是每一家 好几家都是如此 神父兄每次跟他老婆说 我告诉你 我住在这附近 如果我昏倒 你只可以送哪几家 有三家医院你觉得不准给我送 这样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蔡创办人 就说你建立这个SOP 其实很多医生 重症科的医生都会告诉我 他在台湾现在的医疗制度里头 很伤心的是 他们不断地为病人付出 可是医疗法里头有很多破绽 他们会被告 所以他们很伤心 他们这么付出还被告 所以医生开始学习在保护自己 但是这个SOP是有可能会被告的 对不对 说我们家属没有到 你就看到下去这个钱 我不要付诸如此类的 但是我相信他救的人 比你们因此得到了麻烦多太多 可以谈一下你设立这个SOP的制度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慈悲的人 在设立医院的一个差别 好 谢谢文倩 那其实 你没有从政 可能是台湾的省市 那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 假设你当总统 我想台湾一定会更好 是不是鼓掌一下 但是你没有从政 你只持了礼拜六和礼拜天的 我觉得在台湾的节目里面 是最过水准的 我有时间我一定看 真的是 那是很有国际化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我先跟你谢谢 那急诊 我从中国医药大学 中国医药大学 现在有十二家分院 那未来 薪子又多一家 那现在亚洲大学 富士医院 今年要开幕 我设定了几个 一个SOP就是 救急 救脑 救心 救命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想假使有问题 急 老大学 腦中风 心肌梗塞 大概你要救 最好是五分钟里面 最慢是不能超过三十分钟 可是你要去免贴这个职位 因为你要免贴这个职位 一定要指质医师以上 医院做这方面是窺本的 中国医药大学 富士医院急诊 我们去年 亏了七千八百九十五万 可是這是實際的虧本 因為在台中起碼我聽到的 頭痛 胸痛 就趕快往中國醫藥大學輻射院跑 因為那邊有一群指治醫師 他們是值班24小時班待命的 而且你只要譬如說頭痛 胸痛到急診 從急診到開刀房 我們是要限電時間完成的 胸痛 國際標準是90分鐘 我們大概 最快當然就是十幾分鐘 那一般就是低於40分鐘裡面 那胸痛從急診到心導管事 國際標準也是90分鐘 然後就是低於40分鐘 甚至譬如說台灣有一個IT界的大佬 然後他的企業 對台灣貢獻滿多的 但是負債 他那時候出了問題 負債是四五千億 他頭痛 到中國醫藥大學急診 沒有呼吸心跳 我們把他救起來 他現在還有付出 而且很大聲罵人 聽說在董事會裡頭 厲害 我沒有講名字 因為這是病人 那我的意思就是我們從事這一行的 我們從事這一行的行業 是良心事業 當時我回來 中國學院那時候是沒有錢 可是我跟我同仁講說 我們敲樓打鼓去拉病人嗎 我們先把我們的本業做好 我們要有特色 要有專業 而且真正做到以病人為中心 就想說今天這個病人 是你的親戚你怎麼做 你就應該怎麼做 或是這個病人是你 我是希望做到 病人到中國醫藥大學 或亞洲大學褐色院 不需要打招呼 每個醫師和護理同仁 就應該把它當作是他本人 識別與柔青 這樣子你從事這個行業才有意義 所以我當時他們評估說這樣做 急診會虧本 我說就是虧本也要做 因為是我們的良心事業 你假使跟其他醫院一樣 你可能要耽擱幾個小時 或是你譬如說腦中工 你要打龍血酸劑TPA 你是三個小時裡面就要打的 你超過三個小時打沒有效 那我們做這個救了相當多人 其中有好幾位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同學 很多中部的 他們都跟我謝謝 那我倒覺得 一開始是高興 後來我就覺得 這本來就是醫療應該要做的 應該要做的 所以這個行業我是覺得 我們是要專業 那要以病人為中心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是效率 因為你要救病人的生命 你就是要加壞腳步 那我覺得這是應該的 可是中國醫藥大學 因為這樣子做 急診虧了七千多萬有沒有虧 我們還是沒有虧 我們的獲利還可以 這個就是 你只要好好去做 本著良心 把病人當作是自己的家人 就好像我們辦教育的 把學生當作是自己的小孩子 我覺得你 好好做 就自然不會失敗 而且別人就更相信這家醫院 所以不要急功耗利之外 你不要看眼前的這個小利 他後面是有很多的眼神 當時我就問了那個幫我阿姨開刀的人 因為她是副院長級 我說為什麼是你開刀 你為什麼是你幫她開刀 他說因為我們是輪職的 因為其他我們所知道的大醫院的 急診科的醫生都是小醫生 可是中國教學院就是 甚至副院長還有好幾個人 主任級的 都要輪職在急診重症科裡頭輪班 他不會派小醫生 其實急診呢 常常往往需要最有經驗的人 所以我其實要告訴各位 不管您將來 你們的人生到哪一個領域裡頭去 學習蔡創白人的態度 人生才走得長 他剛剛謝謝我做節目 這太客氣 但我的想法是 當時我看到台灣的媒體 我們每個人都在罵 但是請你相信我下面講的這句話 批評 不如你捲起袖子自己去做 我當時的想法就是 對 我呢可能去做一個電視節目 對一些人來說好像委屈了我 OK 可能有些人會這樣想 那時候我可能有其他的選擇 除了政治之外 可是我想做一件事 可不可以讓台灣在這個社會裡頭 有心的人 他們有一個可以獲得知識 不管是國際的知識 國際財經的 或是我們最近在做的工業4.0 以及我們即將推出的 跟生物科技有關的一系列的國際的報導 讓你的人生有所不同 而不要因為你住在台灣 你因此 就被天生註定 你每天打開電視 一定只能看垃圾 不能得到更好的資訊 那大家都在罵 我在想 我現在這個年齡 我唯一最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這個領域 而且我只要跟老闆開口說 我來做這個節目 他就會相信我 他唯一擔心的是萬一 因為成本很高 因為買外店成本很高 出去採訪成本更高 我去Boston一趟 帶了一大堆團隊 我們的公司就要 啪 兩百多萬的錢就出去了這樣 他怎麼回收 因為這個跟我坐在家裡頭 做別的東西很容易 就達到相同的收視率 這個兩百多萬他怎麼回收 所以我當時一開始告訴老闆 是說我把薪水減一半 因為一個節目最高的成本 像我們這樣的人 去主持一個節目 最高的成本就是我的主持費 我跟他說我把我主持費減一半 那我自己算一算 我減一半 每一集減一半 乘以四到五 一個月的話 我可以請好幾個非常資深 很好的記者 因為他們的薪水并不高 了不起就十萬十二萬而已 所以一分給他們 就變成馬上就可以讓台灣 很有理想的新聞工作者 他們可以好好待在一個新聞節目上 那我覺得剛才蔡壯本人所說的 他更是如此 你不要看這一塊你因此虧本的東西 你要看很多長期的 下一個是關於亞大 我覺得這是最特別的 怎麼會在一個亞洲大學 已經蓋了這麼好的一個學院裡頭 去設一個美術館 我第一次聽到亞洲大學 要買羅丹的時候我很吃驚 因為羅丹當時是在 現在稱之為叫做市議館嘛 就是台中市政府還沒有簽到新的前面 對面 那對我小時候台中人來講很熟悉的以前 你看以前台中市議會就那麼小 然後就在那裡展覽 我還記得策展的是現代畫廊 有沒有記錯 對 然後我就說哇這個羅丹的雕像來了台中 這就要移走了嗎 因為我想是沒有人買 他說已經被亞洲大學買走了 因為他們要設亞大美術館 而且你一坐就找了安藤忠雄 那安藤忠雄當時有接受訪問 那世界週報還特別訪問了他 他就說他來這裡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跟誰熟 而是他感動蔡創辦人 創辦亞洲大學 他的理念 他的決心 以及還看到亞大的校園環境 那這個美術館 你十堆了幾呀 你也一定賠錢 可能比急診室賠得還多 還好 還好 好 那可以告訴我們亞大的學生 他們每天從美術館旁邊衝衝而過 這是全台灣沒有的一個大學會有美術館 而且這個美術館他們請來的策展人 是我認得的 他是以前在台北最有名的策展人之一 他每次的策展都在故宮在哪裡策展 所以每次出來策展都是只有 像我們台中的這種 以前是叫省立美術館 現在是國美館 或者是台北市立美術館 這種國家級的策展才可能做出來 而在一個大學裡面 我們有很多私立的博物館 私人的博物館 很少做這麼國際眼光跟前衛的策展 可是亞大美術館卻做到了這一點 你們每天在這裡的學生 我們常常說人在福中不知福 這成語 為什麼 因為禁廟七神 你總覺得他就在你身邊 好像沒有那麼珍貴 可是我因為很了解各大學的campus的狀況 很了解台灣藝術界的策展狀況 我就覺得亞大美術館是一個奇蹟 請教蔡董事長 你們辦了亞大已經好以眼光 你怎麼會想要辦美術館 謝謝 當初辦亞洲大學 那時候就希望辦一所不一樣的大學 當然我們追求的是國際一流的 國際一流的大學 我想第一個 我們要考慮學生的需要 所以倫文每學意識環境的飾造 我覺得對學生的飾質是 品質的培養是相當重要的 而且意識品不是只有雕塑 不是只有畫 建築物本身就是意識品 所以當初那時候是考慮 本來是要請 Franc Gary 來設計亞大美術館 Franc Gary 為什麼 因為我想說亞洲大學新的 你要有一個很好的校園環境 那我去參觀哈佛 建橋 牛津大學 他們都要美術館 所以我知道辦事會虧本 可是為了學生 我想給學生最好的 應該是要一棟好的衣飾品 美食館 所以我才決定說 一定要蓋 那時候您創辦人他也很支持 他知道這個美食館 值得傻瓜的人才會去蓋 因為他一定是虧本的 但是我覺得目前大概會虧 但是我們買了藝術品 當然我們捨不得賣 藝術品的漲價是沒有虧的 沒有虧本 像 大家都不知道那個寶 那個 我們當時買羅丹的陳思哲 那時候是買五千萬台幣 那前年在紐約拍賣 大概是一億五千萬 那那個海豚 少女海豚 我們當時買是一百一十萬美金 現在是兩百萬美金也買不到 所以我覺得蓋美食館是為了學生 也是為了社會 那我覺得那個 本來我的人生就覺得吃小虧 所以我應該要羽大湖 眼光看遠一點 所以我是覺得 這棟美食館希望對亞大的同仁 亞大的同學們 還有附近台中的居民 有一些幫助 那我覺得我做的應該是對 那未來 我可能有一個更大的計畫 就是中亞聯大 我準備在水蘭建茅雲區那邊 那 那 起碼蓋五六棟普利斯科獎設計的 為什麼要蓋 因為我希望把中海聯大那邊水環尖茅園區 打造成國際的一個亮點 那我準備在那邊摘種五千棵櫻花 還有可以變色的楓葉 那當然那個黃花蜂苓木 紅花蜂苓木 但是最主要的 我現在是在跟弗倫格里談 還有北京鳥巢設計的瑞士雙輪植 還有本來我們跟那個 不是那個 拉哈提已經簽了MOU要請他設計的 他走了 所以那個地方我相信 未來一定是比亞大美食館 亞大的校園更漂亮 但是那個是 不是只有死於中國醫藥大學 也不是只有死於亞洲大學 也不是只有死於亞洲大學 那是死於台灣的 大夫妻 她剛才是說的 吃小虧雞大福 大家記住這六個字喔 這六個字會對你的人生 以後每一個選擇都造成影響 你那個什麼時候會蓋完 現在是開始在邀請他們嘛 那你希望什麼時候可以完成呢 你幾歲的時候 那個水洋健貿園區大概 看起來是年底較低 但是我們最近就會確定 先請弗倫格里 或是那個瑞士雙輪植 我看目前是瑞士雙輪植會先設計 我們直批再邀請普利斯克獎的得子來設計 安藤忠祐先生也希望我再移動 我們再有移動給他設計 我到現在還沒有答應 因為我想要不一樣的 那那個雲區最主要是要打造生育產業雲區 安藤忠祐先生 剛才我們聽到了蔡莊博然告訴我們 他的許多願景 我希望大家記住幾句話 就是真的 他的人生呢 要有實力慢慢的累積 吃小虧 雞大福 這看起來都很計算 但是最重要是他所說的 你每一件事情 你要記得慈悲兩個字 當你辦教育 把孩子 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 當你辦醫院 把每一個病人當成你的親戚 當你這麼做慢慢慢慢累積 人生會走得長 很可能這樣看起來是傻瓜 可是我這一生看到的都是傻子 成了最後走最遠的人 所以不要覺得某些好像跳上去的人 好了不起 有的時候那些榮藥是毒藥 你知道榮藥跟毒藥 在中文裡頭都是藥 最後一個字 時間的關係呢 我想最後一段 剛才蔡長海創辦人特別提到 他要辦的生意願區 他很有願景 他希望找赫爾佐格 鳥巢 或者是Frank Gary這些普利茲克獎 就是建築界裡的諾貝爾獎 這些得主們來台中設計 其實各位可能並不了解這種東西的困難 在我記得是2000年之前 台灣幾乎沒有開國際標的觀念 我們雖然有國際標 可是我們的營造工會 它想要保護自己 所以營造工會就讓所有的國際標 都會流產 因為它要求你一定要綁住台灣 而且給一大堆規定 所以台灣在2000年之前 幾乎沒有什麼開國際標成功的 2003年的時候 大概第一個國際標成功的就是 Zahari 台中的古根漢 最後也在台中地方政治 以及台中跟中央不同政黨的政治之下 就死掉了 第二個我們看到的就是台中大戈劇院 所以我常常覺得我以台中人為傲 那台北呢 開國際標的例子 現在只有一個 就是Kuhas做的戲劇中心 當時還沒蓋完 在市里夜市的旁邊 幾乎沒有什麼開國際標的 那高雄開了一個試印場館 是開了國際標 那這個試印場館開國際標 但是其他呢他只有一個高雄總圖 他是倒過來 是台灣的建築事務所 然後用了日本的魏延武事務所的工法 如果我沒記錯應該是了 就大概是這幾個 其他大概都沒有 就亞洲大學 這裡有一個安藤中雄 所以我覺得台中人很幸福 此外呢我剛剛從美國回來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請我們蔡壯犯人也來談一下 過去我自己寫文章也會說 金融海嘯以後 我們現在年輕人其實是很失落的 所以大家都覺得22K資本工資很低 薪水將來不可預期 人生前途茫茫 因此對於既有的體制 全世界的年輕人都很不快樂 這個大概是世界性的一個狀況 台灣也不例外 或者台灣只理解台灣 但是不快樂是現在年輕人 跟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很不一樣的一個情形 可是我剛剛從MIT Boston 哈佛那邊回來 我看到一個完全改變 我思考的一個模式 我會怎麼定義在座的 你們這些年輕人 你們跟我的差別是什麼 你們跟我的差別是 你們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第一代 第四次工業革命 我們算一下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什麼 第一次工業革命大概發生在1780年前後 然後開始把人類從農業社會 推向了工業社會 這個意義是什麼 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裡 你可以看到 以前如果GDP成長是零 最近零全講說我們GDP成長 大概不能期望一 一定在一以下 百分之一以下 大家就覺得台灣完了 以前在唐朝 如果那一年的GDP成長是零 就叫做盛世 因為在農業時代 零就表示沒有天災 今年會豐壽 所以在農業非工業革命時代之前 人類的經濟是一直是一個很停滯 只要能夠跟去年一樣就還不錯 那工業革命一舉改變了 英國西方 英國那個時候GDP成長 我們現在看到GDP中國成長 好厲害喔 雙位數字12% 台灣以前也是 那時候英國的GDP 我後來一看 難怪人家馬上變成世界大國 它的GDP一年成長是25% 30% 26%都是這種數字的成長 這是第一代 所以它很快地就回頭 把原來GDP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中國 打到落花流水 這是第一代的工業革命 那當時最重要的就是紡織啊 還有一些機械的發明 第二次工業革命被認為是20世紀初期 就是我們發明了電 然後還有鐵路 然後那個時候的中國呢 連鐵路都覺得這個黑頭玩意兒 到了洋玩意兒 到了中國大陸的土地上 到中國人的土地上 可能會給我們帶來災難 你就知道說中國人那時候落後到什麼程度 所以後來法國人蓋了一條鐵路 就很多農民跑去看那個黑玩意兒 那個車子咚咚咚咚開過來 就碾死了好幾個農民 那條鐵路就被拆了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故事呢 因為這個鐵路就在清朝不允許之下 他就被拆了 拆了以後呢怎麼辦呢 流民船 在台灣的流民船 就上書給慈禧 慈禧 也很多人告訴他說鐵路才能救國啊 結果慈禧就同意了流民船 因為反正是在台灣嘛 你就去試試看 就在那個時候 19世紀末期的時候 那個在上海旁邊的鐵路 就拆來了台灣 所以台灣是在清朝統治時期 第一個有鐵路的地方 第三次的工業革命就是 IBM發明了電腦 在1960年代 可是在我1980年 我從台大畢業的時候 我第一個到了一個律師事務所 我還記得 我有一個秘書 他就是專門還在用電腦 他不會用 那時候沒有電腦 還在用打字機 個人電腦還很後面 所以IBM在1960年代 發明電腦的時候 那個電腦是個巨無霸 很大 而你們現在呢 就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第一代 這一次的工業革命 跟前面兩次 第二第三次最大的不同 它跟第一次最下 就是它幾乎將衝擊每一個產業 對不對 我想這個蔡莊馬人很熟悉 醫療產業被改變了 工廠製造被改變了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被改變了 你開的車子被改變了 公共行車被改變了 政治的公民參與被改變了 city裡頭 城市裡頭的交通也會被改變 所以每一個 它會衝擊每一個領域 每一個領域呢 通通都被改變 因此如果你學會了 你叫做天之交子 你沒有學會 你就會跟當時我在嘲笑 我現在在嘲笑的 當時的清朝的問題是一樣的 所以我想各位 不管你們現在呢 了不了解這個趨勢 你一定要上國際的開放式課程 去知道第四次工業革命 它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去Tech裡頭的Coursera的課程 去Tech裡頭的MOOC的課程 不管是哪一個 上MIT 上哈佛 上Stanford 通通都可以 進去裡頭了解 它跟設計的關係是什麼 比如說我剛從MIT的Media Lab回來 那裡頭有人是從這裡的建築系 包括中部地區有些人去了 但是他懂得去Media Lab 他到了MIT以後 跟他在台灣的思考完全不同 他本來真的覺得他們人生前途茫茫 可是到了MIT以後 他就去發明的叫做無人自行車 這個無人自行車是做什麼呢 就是它可以做設計做得很漂亮 他就發現我們到處都是U-bike 或是台中的BRT也一樣 他可以用大數據的運算 算出來哪裡需要BRT 哪裡不需要BRT 無人自行車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今天走出亞大的校門外面 我不需要在每個地方都設這麼多的U-bike 我就像Uber一樣 我按下去 就有一台自行車自己 它用電動的方式就來到了亞大門口 我等它五分鐘 我又可以上去騎 所以它使得現有的U-bike系統 只需要二分之一的車子 可是到處你都可以有無人自行車 隨時都隨腳隨到 然後他就很高興他做這個行業 那我又碰到另外一個台灣的學生 他是學音樂的 他參加叫做Future of the Opera 那個Study Group 就是將來的音樂 是要跟這個領域 Big Data所有各種結合的 那他們都在嘗試思考 然後衣服各種東西通通都在改變 所以我覺得我想告訴各位 就是趁這個機會說不要再沮喪自己 其實你們現在的失落 就是因為前面的工業模式 經濟模式已經走到了最後面 但是新的革命正在發生 趕快的Catch up 那我覺得你們最幸運的是在亞洲大學 因為你們的創辦人 蔡長海創辦人 他完全瞭解這個趨勢 他知道生物科技即將成為全世界 就像當年新竹科學一樣最重要的產業 而他即將帶領大家走向這條路上 所以你們在亞洲大學 其實不要覺得你們做的是設計 你們學的是人文 這些東西都會跟未來的生技產業 或是跟未來的工業信息相關 請教拆床王人怎麼看這個事 我想謝謝文倩 其實我要這一度幫各位同仁和各位同學做一個建議 你們禮拜六晚上和禮拜廷晚上 一定要看文倩所指揮的中天新聞 他製作的真的是很多都是領先整個世界 的趨勢 文倩剛才提的 我想目前未來大概 最重要的是機器人 還有IoT Big Data IoT 那你現在前一陣子 那個Alphago打敗 那個韓國旗王 那Alphago AI 未來大數據和IoT 可以取代的是可能跟在座有很多關係的 教師 會計師 律師 醫師 醫師的行業 現在在美國有意願 已經 要計師已經慢慢被取代了 所以這個時代的變化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快 非常非常的多 那所以我是覺得同學們 我覺得你們應該是多看 多聽 多讀 然後多思考 那你來亞洲大學 我們很有緣分 我是覺得亞洲大學的孝心 健康 我覺得身心裡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那身心裡的健康裡面的態度 剛才文倩也講的 你要有高度 態度好你才會有高度 才會有格局 那關懷一定要有愛心嗎 關懷你的家人 你的親戚朋友 關懷這個社會這個國家 有愛 然後 做你所愛愛你所做 那 你未來 假設要有 我覺得我們不要小確幸 我們要的是大確幸 你大確幸的話 你可以做更多事情 幫助更多人 可以為社會國家做更多事情 像文倩這樣子 對不對 那你就要創新嘛 你創新才有獨特 唯一 所以 亞洲大學美事館 現在台灣的大學 就是一個唯一的 特色 一定要創新 到最後就是 昨夜 追求昨夜就是 你每天都要變 我們亞洲大學 唯一不變的就是 每天都在變 越變越好 這樣子你的人生才有價值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請你指導 你怎麼那麼客氣 這個太客氣了 你這麼謙虛 我覺得我自己很自卑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各位同學們 你們今天有走入亞洲大學 可能是你們在天職院裡頭的一個億萬 但你有機運可以看到亞洲大學的創辦人 知道他的想法 今天再做 理解你走入這個大學 它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然後 亞洲大學有一個美術館 其實全世界現在都在改變當中 那在改變的過程當中呢 Catchup我剛剛所說的那個方向 它差別有多大 我給大家一個簡單的數字啊 過去美國只有一個地方是有投資的 從2008年到現在 叫做Silicon Valley 另外一個很短時間就是Texas 因為有頁眼油漆 現在全美國2015年 投資第一名 還是在舊金山 Silicon Valley 因為Facebook啊 Apple啊幾個都在那裡 可是2015年 已經第二名的是波士頓 2016年的第一季已經是波士頓 不再是Silicon Valley 因為那裡集結了兩個大學 是全美國的Top 2 一個叫哈佛 它的醫學院 一個叫MIT 它的Computer Science 這兩個東西合起來 加上念建築系的人也趕快參與 念設計系的人也趕快參與 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就好 比如說 我就看到他們在做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呢 他做一個設計出來的人 他如果了解機器人的功能 他就可以做設計 因為會做機器的人不會做設計嘛 對不對 然後可是設計的人 要有一點了解機器人 然後呢 他現在可以各種不同的設計出來 他的材質經過3D列印 那你會3D列印嗎 不會 所以他們現在最強調的東西叫做跨領域 跨領域不是叫你什麼都學 而是你大致知道 然後有Study Group 這樣的一個小組 這裡有一個人是懂3D列印的 有一個人是懂設計的 有一個人是會做城市設計的 然後你們組合起來 你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現在還加第四個 是懂幹細胞的 還加第五個 是懂醫療的 所以他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像這個 我去訪問一個人 他們就這個 醫院裡 他這個公司啊 生計公司最重要的事情 比如說 我有心臟病假設 我就根據我的半膜 他就根據你的半膜 就做一個簡單的圖 你的半膜應該是怎麼樣 然後呢 他可以3D列印出來 用你的幹細胞 他希望有一天培植出 你這樣的一個 你用你的幹細胞做出來的半膜 因為現在的人工半膜 只可以用15年 所以你70歲做 你85歲還能開刀嗎 不能開刀 你60歲做 你75歲再開刀 風險也很高 所以他們在完全地改變 那這就是好幾個領域的一個合作 所以人類其實完全地被改變掉 那另外設計的領域也是這樣 我就看到有一個NASA 委託他們所做的一個機器人 那這個機器人將來要登陸Mars 就是登陸火星 我還看到無人機 這個無人機將來呢 它可能可以送藥 它可能可以做農業 它農業的差別是什麼 比如說假設日本 它以前可能需要100個人 才能夠完成的耕種 它現在只需要20個人 那你投入這個領域裡頭 然後了解它的東西 那大家都很害怕說 機器人會不會取代你們 剛好相反 因為我在問那個NASA 委託的那個機器人的教授 他最擔心的是全世界在看直播 我們登陸了火星 他的機器人 一跨入火星的那一步的時候 他的機器人摔跤了 那他的機器人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自己要做自我決定 機器現在做不到 第二 這個機器人的平衡感很差 所以這個平衡感因為做不好 所以呢它很容易摔跤 在這個狀況裡頭 機器人其實離人的能力差別非常大 這是手機還是baby啊 What's that? OK 把它當機器人好了 那我要講的第三點呢 就是告訴各位說 所以你不要害怕 重點是你要知道如何使用機器人 你知道跟機器人怎麼合作 怎麼跟這樣一個時代好好的學習 你會在下一個世代裡頭 擁有的機會 比我們這一代高非常多嘛 對不對 就是說 現在剛才我們蔡創辦人提到說 有些藥劑師已經是機器人 我知道他們現在各美國大的律師事務所 都在用一個 IBM開發出來的機器人當律師 所以這個律師就不會狡詐 他不會亂charge你的錢 他可以幫很多窮人服務 那我舉這個例子的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每天都在罵貧富差距 你們這些有錢人擁有太多東西 罵這個東西有用 還是我去寫一個機器人程式 我把它寫出來 這個機器人可以變成一個律師 然後他幫所有的窮人服務 請問哪一件事情可以解決問題 我想大多數人會覺得是後者 對不對 所以現在美國為什麼我看到 美國的年輕人不會去支持川普 都是美國的中下階層的老人去支持川普 因為美國的年輕人認為 他們學會了這個東西 這個世界是可以被改變的 可是美國的中下階層的老人 他認為他不可能被改變 事實上美國只要再教育這些人 讓他們學會回到底特律的工廠 跟機器人合作 他仍然是會有機會的 所以我覺得我很恭喜 現在的你們仍然在學習 我到MIT 去的時候 我就有一點氣 氣我老了 我說我現在還可以重新 不是指我可以比較青春 比較美麗 而是指我還有那個腦袋 去重新學這個第四次的工業革命的理由 任何一個專業領域 我覺得我的life會快樂很多 我好像夾在IBM電腦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尾端 我覺得我的人生好無趣 我覺得你們是第一代 你們應該是很幸福的 而且在亞洲大學 在蔡創辦人的領導之下 您的生計園區他們可以做什麼 可不可以告訴他們 他們現在 從兩年前我們就希望學校多開 城市設計的課程 而且 上個月的董事會 還有上個月的行政會議 我也請校長趕快開 因為我本身也要去學 你要學 我要學 你要學城市設計 城市設計 因為以後你面對的機器人 你假設你要用機器人 你不懂得城市設計 你沒辦法去操控它 而且特別是我們從事醫療 以後醫療機器人 可以取代很多醫療工作 那你要做醫療招呼 你一定要懂得城市設計 所以我想亞洲大學的同學們 我想 我們雖然很有緣分 那學校一定會盡全力來提供 剛才文健也提了 跨領域的學程 還有城市設計 對機器人 對IoT 這方面 Migal Data這方面 特別是學校 陳良畢 陳副校長 他也是血色方面的專家 譬如說健康學院 我們有複設醫院 然後走入生技產業 那管理學院 我們是重點要在金融科技 資金學院 重點就是IoT IoE這些 那這些都是現在和未來 社會需要的 所以你們要說 要以身為亞洲人為榮 因為以後你們只要好有用心 有一個很大的目標 那目標追行大確性 以後你們未來的人生 一定是彩色 不是黑白的 所以一定要學城市設計 對不對 其實真的 我在那個MIT他們看到 根本已經沒有電機系的學生 然後有些台灣功課很不錯 但是只有中上的人 他好高興他念了MIT的電機博士 他不知道他出來可能會找不到工作 那所以電機博士還那麼容易被錄取的原因 是因為這是一個沒有人要讀的行業 大家一定都去念電腦科學 所以在那裡的人知道台灣的狀況 就會跟我說 台灣怎麼回事 它本來不是IT大國嗎 怎麼會到現在為止 第一志願還是台大電機系 它實在是不可思議 It's incredible 不可思議的 在美國不可能電機系 engineering computer engineering 現在世界 就每一個人都去念 computer science and design 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uter science and maybe computer engineering 一定是把電腦科學跟電機工程 合起來一起念 沒有人單獨念一個硬體的 一定要把它合在一塊兒這樣 那你們現在不管在哪一個領域 第一一定要學會英文 英文要好對不對 第二就是電腦程式一定要好 第三個知道未來的很多趨勢 你如果對社會有報復 做一些對社會 現在你覺得不公平的事情 然後你把它改造出來 你可以改變 比如說我在看到那裡 就有一群人 他是念Berkeley的urban design 他呢就使得公民參與變成可能 像我們現在呢 基因統治大家都很生氣 覺得你們在分贓 而公民參與iVoting呢 變成是笑話 因為大家都覺得 都是靠直覺亂判斷 可是他使這個變成可能 因為他就讓很多人 可以用完樂高 那你說我BRT要放這裡 我就在電腦裡頭呈現出來 這個車子會怎麼走 我BRT放那裡 那會怎麼走 我沒有BRT 結果這個城市會變成什麼樣子 因此每個公民在做決策之前 他都可以進到一個 關於這個決策裡頭的 大數據的運算中心 然後裡頭去做出 我如果做這個選擇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那個電腦馬上就告訴你 因此你就會 不是透過直覺去做決定 你是透過思考去做決定 而這個思考因為 其實我們現在也不是不思考 而是我們更不知道我們做決定的後果是什麼 可是Big Data使你只要像玩樂高一樣去動它一下 你就知道你的選擇會是什麼結果 那這使得公民參與 變成是一個強化民主政治的一個公民參與 而不是一個搞垮民主政治的一個公民參與 所以如果你們對這個社會仍有感情 如果你們對你們自己的人生抱持的報復的好 我覺得今天蔡創辦人給大家所有的建議 希望你們能夠聽到好幾個不同領域的身教 大的格局 不要計較一時的厲害 改變這個世界的方法 是擁有更高的高度 然後學習更新的東西 抓住你的人生機會 造福你身邊的人 跟造福這個社會 所以不要用眼前的這麼一點東西 看名利以及看一切對不對 創辦人這樣對嗎 你講的一定對 你講的一定對 通常講這種話都很可怕的 我們非常謝謝蔡創辦人 也很祝福各位同學 你們可以進亞洲大學多麼的幸運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蔡創辦人及文倩教授的分享 你還沒什麼結合的 那今天文倩講堂 謝謝 創意思考系列講座在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我是王立志 我是劉佳文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謝謝大家 謝謝